你從以前到這時候 你有聽我們重新的 八點發言沒有 有喔 沒有吧 我 他在聽你 不要想你 回去 回去 不用採訪 回去 你沒有幫我們環南市長回去 拜託 不要想什麼 你要演戲 去電視上演 不用那個演 滾 過去幾個禮拜以來 其實我一直跟陳部長 跟指揮中心都保持聯繫 希望可以盡快成立 這個聯合指揮所 那今天可以看到 終於進駐 我是覺得已經慢了啦 那慢的原因當然 我想各界外面 大家眼睛都很清楚 那導致慢的這段期間 我們的疫情是有下降 還是繼續延燒 大家應該也很清楚 那所以剛剛市長講的一些部分 我不是很同意 很多其實是這個防疫嘗試 有一些人可能聽起來 會覺得甚至是廢話 例如說一開始 他剛剛講說這個 因為來往的人員複雜 所以篩檢 這個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篩檢啊 你現在不是PCR 還是要篩檢 所以我不是要在這邊 發脾氣或是什麼 但是這個對我們在地來講 有很多的這些工作 一個月前就可以做的 我現在才開始繼續做 我看來真正的背負 你從疫情到這段 你有在我們中間 把他打開 八歲發言嗎 有喔 沒有吧 八歲發言 五歲發言 五歲發言 你偷偷的 你自己人就吐槍而已 你給我來發言 你給我關心一下 有喔 對 請我 你選舉一次 幾次 你這次的疫情 你給我來發言 給我關心 不要講委屈 委屈 委屈 不用採訪 委屈 你不要幫我們 華南市長回去 拜託 不用講什麼 你要演戲 去電視上演 不用跟他演 還 請問一下 這些貪犯 像的一些 我覺得這是承擔啦 因為其實中正萬華的事情 本來就我們的事情啦 那我想我們的貪犯 本來就非常的辛苦 那不管是從環南到這個北農 我們周邊的包括漁市 包括家庭 包括家序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幾坡這個延燒 疫情延燒出來 那讓大家生意其實更難做 所以我想我們在第一線 做為民意代表 本來就都要承擔 承擔這一些的 這個攀燒他們的情緒 你今天看到他突然跟陳時中 來有啥眼嗎 不然的啊 我跟你講 我跟他是好朋友 可是你要 對得起我這個朋友 我挺他 我是比朋友角度 看他能不能做事 年輕人能不能做事 對不對 第一屆有在做事 第二屆他有在做事嗎 完全沒有看到他 慰望華人爭取什麼東西吧